第二 假观 观注法之假的假是有 是从相上看 相上看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分析的方法 这个物质现象 你去分析它 这现象到底是什么呢 科学家把它分成分子 在人体里面把它分成细胞 细胞在分析 是原子 原子在分析 原子核跟电子 再分析就变成粒子 粒子在分析就变成夸克 夸克在分析 那一直去分呢 到底看看物质是什么东西 现在呢 这个黄年老在前面跟我们说的 80年代 科学家发现微一种子 只有一个电子体 被一分之夜 被一个中微子 组成一个电子 这科学家发现的 所以这个一切物质 是假的 佛说 原句它就有 原散了 就没有了 原句 原散了 佛讲 一切法是原生法的 中观论上是 应原所生法 我说几十口 因为原散开就没有了 这个房子 有啊 房子的像啊 房子是怎么来的 钢筋 水泥 砖块 这一些我们讲的建筑学材料 把它组合成一个房子 房子这么来的 把这些东西撤掉的时候 房子没有了 所以房子是假的 原句就有 原散了就没有了 人身体也是如此 四大五月 组合成一个身体 四大分散了 这身体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原句的时候有 原散的时候没有 其实你要想到 句的时候也不存在 这个有不是真有 叫幻有 假有 佛法讲真有呢 它不会变坏 永恒不变的 真的 那么宇宙之间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任何一法 佛家用法祖代名词 任何一物 大到山后大地 小到一粒成啥 都是原句而有 原散而明 这下宗宙之间 这下宗宙之间 这下宗宇宙之间 这下宗宙之间